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回来正好 你快帮我重新砸一下头发 我不方便吃东西 早点儿 你愣着干嘛呀 快点啊 这皮鞋着体着来的 这好像是那天我跟陆离逛街的时候一起买的 我们俩约了一个 怎么了 黎曼 我是陆离 原来不是在做梦 真的是他 什么谁啊 什么做梦 你快点给我扎上好不好 我不方便吃东西了 快 空荡的房间 闭上眼 你干嘛去啊 雨后来一次失眠 你的照片 依然在 您稍等 好 谢谢 他怎么会来这里呢 难道 不会呀 他不可能知道我在重庆 对了 高协 一会儿 江总来了之后 做事 你可得好好招待 没问题 江总 对啊 今天陆总设宴 就是为了招待 艺成科技的江总 你不会不知道吧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江总 可算来了 江总 我们现在才来啊 这贵宾都得压轴出场对吧 来 是不是找你老婆去了 我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们公司的网管 陆离 也是我们俩的小师妹 江总 你好 你俩认识啊 你俩认识啊 不认识啊 我们 小师妹 是不是得敬你师哥一杯 陆总 我不喝酒 你是不能喝还是不想和江总喝啊 这么耍大牌不好吧 我今天确实不方便喝酒 如果江总不介意的话 我用果汁袋就可以吗 陆离 你太不懂规矩了 我不介意 小师妹不跟你喝 只能说明你没有我有面子 来 小师妹 这要咱俩这关系 咱们得喝一杯吧 静雯 我替她喝 干了 干了 你在干什么 你弄你看 多管她 考察得怎么样了 贵公司的工作氛围 让我叹为观止 你羡慕吧 也见我哥同款小师妹吧 饿了 去吃饭 吃饭去了 师妹 别动了 去吃饭 你是在等我吧 还好回来得及时 走 送你回家 我自己回去就行 我给你买的零食 你坐公交不方便 我现在不喜欢吃这些了 那你喜欢吃什么呀 我请你 小师妹 今天怎么没等我就走了 好 你也没走啊 我走了谁坐你们回家呀 等会儿 你是打算一直住我们家是吧 我不喜欢住酒店 我怎么有种你赖上我的感觉 你不是要找你老婆吗 怎么没见你行动啊 我 我先不打扰二位了 我还有事儿 我先走了 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 师傅 瑶瑶找我 陆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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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你要是不出来我就不走了 陆黎 三更半夜了 敲什么敲啊 陆黎 陆黎 我真的有话想跟你说 你快出来 陆黎 陆黎 来 先生 Eight 你干什么 啊 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谁呀 唉 你怎么也来了 宝安给我打电话了 哦 那一起 你可以跟陆小姐是朋友 那该有她的电话吧 你应该打她电话嘛 那应该 陆总 陆小姐 唉 是这样的 这位先生呢被投诉 说扰民了 然后他说啊他也住这儿 跟你们也是朋友 陆小姐 你们两个什么关系 她是我妻子 是前妻 我们还没离婚呢 我可以随时跟你去民政局 陆丽 我过来就是为了找你 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冷漠 如果是离婚的话可以 其他的事情 我就不奉陪了 我接受你的道歉 还有其他事吗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什么新的生活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她是谁 是 我 是我 小姐妹 我终于等到这句话了 是不是从此时此刻开始了 我就可以正式地从诗歌 我转正为你的男朋友了 是啊 陆丽 你不要跟我赌气 你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 信不信有你 来 休息点 那一说到重庆啊 就要提到我们的美食了 这是我们的火锅 这是我们的火锅 那一提到我们的火锅 只要说到一个字 辣 那今天现场呢 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 辣王争霸赛 谁要是在一分钟之内 吃的辣椒最多 就可以获得我手中的这个奖品 还有没有人想要挑战呢 想不想要考验他一下 我不要 你别乱来啊 什么 你想要这个奖品啊 可是我心有余力不足啊 我去帮你拿 放心吧 到现场的朋友 还有没有想要参与的呢 抓紧时间上台来 如果你想要赢得 这一份惊喜的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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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感到吗 这有点感 acabou 你会因为愧疚对一个人好吗 应该会吧 那你会因为愧疚爱上一个人吗 大概率是不会 感动又不等于爱情 如果勉强在一起的话 最后还是会分开的 是啊 我不希望他因为愧疚做这些事 我也不希望要这种补偿 我等我 好 再来一次 三二一 时间到 恭喜我们身旁的这位男士 获得了胜利 我们就 Went in 回家 没有 其实我们是要重序得灭 我们是要重序的 我们跟你们都是的 我们是要重序的 我们是要重序的 我们是要重序 我们是重序的 是要重序的 谢谢啊 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 你许的什么愿啊 见人平安 我的愿望是 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我的愿望会成真吗 如果你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留下来的 那我原谅你 真的 这场婚姻 本来就没什么对错 选择离开也是我自己的决定 你安心回去吧 你这么痛快就原谅我 就是想让我赶快回去吗 是 是因为陆景文吧 我不相信 你喜欢了我五年的时间 怎么可能说变心就变心呢 赵某师的留言我看了 你就是当年那个考大 你是为了我才学的计算机 为了我 我才进了公司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却这么迟钝 现在才发现 对不起 你不需要跟我道歉 我知道 我现在不管说什么 都弥补不了你受到的伤害 但我还是想告诉你 我没有跟李曼在一起 一致 你换了新的负责人 你真的不必因为感动 或者亏欠 强迫自己来回应我 我没有 感情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 我不需要别人 替我的感情买单 去找你真正爱的人吧 陆迪 你听我说 我真的不是因为感动 才被迫回应你的 我是因为 别别别 干嘛呢 趁我不在动手动鸟是吧 没事吧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你不相信也没关系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你们要不要这么无聊啊 生活多美好 开心点吧 要不然我们一起玩个游戏吧 输的人去刷碗 怎么样 什么游戏啊 撕纸巾吧 怎么玩 首先呢 把纸巾 叼到自己嘴上 依次传下去 下面的人要用嘴 把纸巾给撕下来 不能接住外里 如果传到最后 纸巾没有了 或者说是 那个人不敢接了 那就代表他输了 怎么样 玩 我排一名后面 他一号 我二号 那我三号 那 我四号 既然你们都要四号 那不如 你们就搬手腕吧 谁赢了 谁就拿四号 怎么样 这个好 没问题 小case 我这肌肉 终于派上用场了 来 你现在认输害来得紧啊 免得以后太丢脸 开始吧 三 二一开始 我还没准备好的行吧 不行不行 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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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赌服输 一鸣 好吧 走 真的 还没准备好 这拇下 都很不安 我还是不安 有 鸣 我打了 我把 这拇下 都不安 我 走 我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